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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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Ella 我现在人在信义成品 然後呢 我今天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就是來欣賞每一個人的願望 我觉得能够许下愿望 是一件很赤裸的事情 因为那是你内心 非常渴望的事情 所以你会许愿 然后它很私密 然后所以我非常感谢 就是每一位愿意在这边 留下愿望的你们 所以现在就是要来 欣赏大家的愿望 听说有些蛮奇妙的愿望 我来看看 然后你看这些都是 手工做的 便条纸的做的花 然后花瓶什么的 很细致 希望能够得到 Ella的大大拥抱 可以啊 你现在人在哪里 好 那它就代替你咯 这里还有一个 2024年希望能够交到女朋友 年底升迁 这个有一点困难 现在已经 不对它是说2024年 那就是明年的愿望 可以 如果是2023年 今年以前的话 可能就会有点突累 因为现在已经12月23号 有人说 嫁给许光瀚 加100加1 然后呢 就上面又有人写说 你不会你不会 嫁给许光瀚这种愿望 我觉得有梦很重要 你要真的努力看看 搞不好哪天 你真的嫁给许光瀚了 好不好 祝福你哦 马来西亚粉丝就是很希望你可以常常过去 好 只要今年你有去过两次 但大家都很 还是很想念你 然后朋友就说就希望你可以来 就是把爱拉秀也带到马来西亚 常常到那边 好紧张看到你 因为我之前有跟你说过 我们就是之前那个警示有 就是姐姐 有见到你 然后我又跟你说就是我们会再见了 然后现在真的再见了 那你已经愿望达成了 对啊 恭喜你 恭喜你 这个我们上次的合照 好 那给你一个拥抱 谢谢 希望陈品可以陪我一辈子 突然有点想哭 陈品真的 我在这里有很多回忆 然后他现在就是准备要洗灯了 然后我们可以还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好好道别 也蛮珍贵的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一段最后的时光 我的愿望就是永远跟妈妈在一起 啊 是吧 好可爱啊 好可爱哦 而且这个大概就是小一的程度 跟我儿子现在状态一样 因为他有时候他的那个注意的字会分很开 但现在越写越清楚 我越来越看得懂这样子 啊 好可爱哦 跟妈妈永远在一起 祝福你 祝福你一定可以的 我爱好可爱哦 抱挤 你要就是我喜欢你 我的愿望 跟你一会儿 穿穿了 删去了 最后也只剩下 一个你了 就算是 假的我也都知道 可无的 灵的 灵的 还割在那里 无法完成 擦去的 是你的愿望 整个的愿望 而你是所有愿望的 在你实现的那刻 非常感谢大家就是 这么愿意把你的愿望 表述出来这样子 然后希望大家 所思所想都能够成真 然后也希望大家都能够 健康幸福 然后过一个温暖的冬天 心里觉得温暖的冬天 谢谢大家